她一刀朝着自己手臂割下去 硬生生割下酒两肉 将割下的肉放到药罐中 旁边的下人都不敢直视 一边包扎还一边暗自窃喜 原来这个机会她已经等了数十年 果不其然大夫人喝下人肉汤后 鬼使神差般醒了过来 云娘却一不小心抓到了金凤的手臂 痛得金凤当场将碗掉落在地 焦急的云娘拉开她的手臂 一看竟然有伤 本想追问缘由 不曾想金凤不但没有解释 反而是匆忙离开 好奇的奶妈捡起地上的那块肉 当即被吓得连连后退 随后又将大夫所说的话 一一告诉了云娘 云娘瞬间回想刚才金凤受伤的情景 顿时让她明白了一切 立马赶到厨房 恰好看到金凤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上药 云娘被金凤以德抱怨的举动 感动万分 并向金凤忏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上演了一场姐妹情深的画面 云娘以为金凤是真心相败 于是决定将107支钥匙交于金凤管理 可是贪婪的金凤岂会就此满足 她要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夫人 想让自己的儿子李富贵 成为李家名正言顺的大少爷 于是她串通管家阿旺 下药毒死了大夫人 然后嫁祸于熬药的丫鬟 丫鬟就这样百口莫辩 只能求助奶妈替自己说话 可自身难保的奶妈心中很是清楚 自己要想保全大少爷 定不能与二夫人公然作对 而且二夫人割肉救大夫人 又日日照顾大夫人 是李府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 奶妈只好无奈地说自己丝毫不知情 金凤一看大事已成 便恳求李老爷让自己去妥善处理 而金凤所谓的妥善处理 竟就是把无辜的丫鬟投入井中 为了斩草除根 金凤又将手伸向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 抱着婴儿静止往厨房走去 准备将孩子活生生烫死 见火不够旺盛 还要再添一把 看着锅中滚烫的开水 金凤眼神中透出了狠力 原来当初怀有身孕的金凤 被大夫人狠心关到了柴房 甚至还给她断水断粮 没有她的吩咐 不准任何人靠近 就在金凤快要活活饿死的时候 云娘还特意来到柴房讥讽金凤 说到你不是当初想将碗烫死吗 现在就是你的报应 说吧还不忘痛快踢上金凤的肚子一脚 原来当初云娘和金凤两人同时怀孕 李老爷便放出话说谁先上出掌子 日后就由谁掌管107支钥匙 云娘日日看着金凤拿着钥匙 耀武扬威的模样 早就不甘心了 如今自己生下长子 向李老爷提出掌管钥匙 也是名正言顺 可李老爷却不知如何开口将钥匙收回 于是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云娘气的孩子也不给李老爷看 大声让奶妈把李平安抱出去 偏偏此时金凤刚好经过 她将大夫人的枕边风全部听了进去 看到抱着李平安出来的奶妈 骄横惯了的她 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 一把抢走孩子静止跑到了厨房 想要将孩子活生生给烫死 好在大夫人听到孩子的哭声赶到 阻止了这一行为 李老爷听到两人的争执声也赶过来 当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 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好让云娘处理此事 夺回了管家之权的大夫人 当然不会轻易放过金凤 直接把即将临盆的金凤关入柴房 让她和她孩子活生生饿死 被锁在柴房的金凤十分清楚 自己如今落到大夫人手里 已是凶多吉少 可转念意想自己还有一张王牌 既然大夫人要我和孩子死 我偏要把她生下来 仇恨的种子在脑海中萌芽 她把脏旧的草席扑在地上 就这样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 忍着生产的痛苦 在柴房生下了李家的第二个儿子 孩子落地就啼哭不止 仿佛知道他们母子当前的处境 金凤却十分欣慰地看着孩子 毕竟这个新生的男婴 将会帮他夺回长家之权 可孩子已经出生了整整三天 云娘和李老爷都没有来看过他们 在这三天里 金凤滴水未喝 加上他虚弱不堪的身体 根本没有奶水喂养孩子 大人挨了倒也不要紧 可刚出生的婴儿哪有办法养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 金凤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行为 他果断咬破自己的手指 以血淡奶喂养丁儿 就在他们快要绝望时 管家阿旺悄悄进到了柴房 他给这对可怜的母子送来了救命饭 阿旺得知金凤也生了个儿子 脸上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原来阿旺并不安分 他曾在金凤手握107只钥匙的时候 就看中了金凤那颗野心蓬勃的心 眼下自己血中送炭 倘若二夫人能翻身 自己还怕没有荣华富贵吗 他安慰金凤 有了儿子便是有了希望 正因有了阿旺这个奸诈小人 金凤的人生才引来了转机 阿旺屁溜溜的赶紧将消息告诉了李老爷 李老爷得知金凤生了个男婴后 赶紧将他从柴房接回家里 从鬼门关检回一条命的金凤出来后 表面上与世无争 甚至再也不提那107只钥匙 就连李老爷想为孩子请不奶妈 金凤都拒绝了 不仅如此 看到云娘后 也是立刻拖着虚弱不堪的身体 主动下跪请安 云娘现在掌握着李家的一切大权 根本没有把金凤放在眼里 冷言冷语说到畜生能学乖 全靠主人打得好 此刻金凤的眼里猛然闪过一丝凶狠 很快又赶紧隐藏着内心的野心 转眼八年过去了 金凤专心管教着李富贵 李家大权虽然完全落入云娘的手中 但她还是对金凤处处刁难 下人们都知道 现在的二夫人已经是无权无势了 甚至连二少爷李富贵 都能被下人随意欺负凌辱 可风水轮流转 云娘因身体不适 突发疾病昏睡不醒 经过医生的一番诊治 得知云娘得了失心症 急需酒两人肉做药引子方可苏喜 金凤听到 暗想这次机会终于来了 于是果断来到厨房拿起菜刀 割下自己的酒两肉下来做药引 熬制汤药给大夫人喝 可怜的大夫人成功掉入了这场苦肉剂中 可没想到第二天大夫人喝下金凤送来的药后 就吐血不止即将身亡 临死前她告诉奶妈自己是被二夫人所害 让奶妈带着儿子赶紧逃命 可奶妈带着孩子在逃离的棒路上 突然被管家拦住了去路 即便奶妈对天发誓自己绝对会保守秘密 阿旺还是狠心对奶妈和李平安斩尽杀绝 各次给两人一人一道 奶妈和李平安真的会丧命于此吗